這次聽我們來祷告 親愛的天父 祢是萬有的神 祢是無所不知 無所不在的神 我們再次佛佛在祢殿中 敬拜祢 求祢讓我們有一顆謙卑的心 全心專注聆聽的耳 誠實恭敬的臨 來到祢敬祢 依著祢的話 祢讓我們住在祢裡面 祢也住在我們裡面 使我們依著祢常常喜樂 這樣祷告是奉靠學術心的聖靈圈 Amen 好 我想我們今天 談到這個主題 以神為樂 談到這個主題我就想到 目前我先生留意的遺言 我們今天想到這個經文 先跟大家一起練這個經文 來 又要以天和華為樂 祂就將以西地所求的四水果 你當將以西地教諾耶穌華 必依靠祂 祂祂就有必將權 看到這個經文 就覺得很有 所樂 所謂對不對 生命就是很有方法 因為你依靠祂 神要將喜樂 適在你裡面 那 對不起 這個錯了 你幫我換一下 謝謝 看他有一點嗎 這邊是我 另外兩次 是 我有這邊放過 不是 而且我 那不是我 動臉 你要去碰堂 碰堂時間 哈哈哈哈 演藝都學好親切 不是好 對 我們再來是家裡的活塑 你們 不是 我沒有你那麼兇 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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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來很多你 讓我們來很多人的你 每次都愛你 愛你 讓我們來很多人的你 只要我們來 再多忘記 每一天都心情 錯 好 因為我重點在就洗的 對 我們希望我們今天聖禮 也是在我們當中 那個喜樂禮在我們當中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 不是 今天這個主集 是我十年前 不是 現在是 對 十年前 我先生 當他要走的時候 我跟他說 老公 我跟你講 我沒有你我 我不想去 真的不知道你 對 然後我老公 就給我這一個一件 他說 你不是靠著我 你要靠神 你要以神為樂 我說沒有你 我大概就笑不起來了 這樣子 然後就不對 我認識你 我知道你 因為裡面有神 在你裡面 所以不論面對多大的困難 因為你要有神 所以你要得到喜樂 好 所以他就說 以後你原來有喜樂 因為神要與你同在 要與你同行 不是靠著我 靠著我是短在 因為我這個肉眼生命會離開 我就是只有這麼短短的四十幾年 就這樣我要離開 但是呢 神給你之擁有元源 是有盼望的神 是有聖的神 所以神要這樣公盟 我先生之前是沒有信耶穌的 可是你看他要走的時候 他後來成為教會的持續服事 他每天看聖經 看三到五個小時 每天 所以聖經真的是一直在翻 一直在翻 然後他常常讀聖經 讀到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就是感動 他說我的痛 哪有像耶穌被斂在十字架上痛 那種痛那麼深的痛 他是這樣子來看待他自己 我每次收到聖經事件 就痛的時候 哇 我這位老公我就覺得說很棒 但是呢 老公再怎麼辦也沒有上帝辦 因為老公會死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 在今生裡面陪伴永遠 但是呢 我相信聖神的人 我們每天都要喜樂 是因為我們還有女生的胖胖 是喜樂的 所以我剛剛還在跟他們在討論 那個什麼會寫討論的時候說 現在我對生死都沒有什麼好害怕 我覺得其實生命就是這麼一回事 你只要在立上活得好 在立上活得好 然後與神同樂 你的以後將來的生命 你就是跟神同在 也是與神同樂 所以我告訴你 生跟死 就是生只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肉體會離開 但是我們的靈力跟神 還是永遠結在一起的 然後老師說他一路玩到過 因為他最近身體都一直很不舒服 他說他一路玩到過 我是覺得說 沒關係 就是知道生死大概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 好命才能玩到過 對 才能玩到過 OK 好 我們希望我們的生命是這樣 不擔憂 不害怕 不恐怖 其實我今天看到我們的少親 他們一次比一次進步 一次比出成長 我都覺得很棒 所以我們來跟他們分享一下 就是非常的說真的 對他們來講 這麼小的年紀要上台 我想到說 過去我們很小的時候 服事你知道嗎 你們就在這個地方成長 每一次服事就是成長一次 每一次服事就成長一次 每一次的害怕緊張擔憂 每一次會比一次少 一次會比一次 就是不會那麼的害怕跟恐懼 你要謝謝惠玲啊 對 對 對 真的 真的有耐心 然後今天你看 維凱第一次能夠這樣帶領 我也覺得很棒 而且維凱 對 所以很棒 我覺得很大的那個 這個就是一個訓練 一個培養 那我們生命 新的生命均會越來越越上來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被造就 不是只有他們 我們所有人 年紀不管多大多小 尤其是我在屬林上 其實我們都是在學習 都在成長 我們需要不斷的在改變 你的生命你只要不斷的學習 你的生命才會越來越跟神同行 那不然你就是靠自己 你會很累 非常累 非常的疲憊 非常的軟弱 非常的有限 真的 我越來越會感覺到 人靠自己 真的是有限 真的是有限 所以你的喜樂來源 真的是從神來 不是我們只有我們自己 我們所自己所得到的 可能都是短暫的那些快樂而已 好 這個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當然我們已經過這個新經文了 所以我就不再留所 好 那我現在要說 這個經文 我們今天是還沒有看到這個經文 是從第一節一次到第七節 那因為前面也很重要 所以跟大家分享 他說 這個我上次有講過 非力的教會 今天已經講到第四章 前面已經講 耶穌 就是保留他如何靠神 然後其實在受苦當中 在服事當中 他都是以神為樂 那我今天來看到 非力的這個教會 為什麼讓這個保留 他這麼的高興 他說你看 他說 我說我所親愛 我所想念的弟兄們 你們就是我的喜樂 欸 我看到重天姐 你就是我的喜樂 有沒有 哎呀 愛你喔 我看到你就是誰 表達老師 我就是我的喜樂 就是說 當你看到對方的時候 你感覺到 喜樂的臉在裡面 我看到慧玲 喜樂 我看到慧妙 妙音 我的喜樂 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 你看到誰 那個生命裡面 你就感覺到 那個喜樂 好 他說我的慧玲 我等一下會 從這些主要的那些紅字 來跟大家分享 你是我的慧玲 我親愛弟兄 你應當靠主戰利得穩 這裡講到很重要 要靠主戰利得穩 那我們看一下 什麼是喜樂 喜樂的意義是什麼 是說 不管你發生任何的事情 外面多大的挑戰在裡面 環境多大的迫害 或者是風浪 你常常遇到有沒有風浪 像你們要考試的時候就有風浪 因為壓力很大 當然有的人覺得 考試每天都讀得很好 一點都不覺得風浪 是很喜歡 因為每一次 考試的時候都會得勝 就覺得每次都可以得第一名 就覺得很棒 有壓力 對 你是會害怕對不對 有在人生很害怕 第一名被別人奪走 所以是這樣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不管你發生任何事情 要記得 只要你基督 把基督放在你裡面 那樣的一個滿足 祂的裡面 你是靠著神的能力面對 你的喜樂是有是有可能 這很重要 所以我們不管怎樣 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奪走你的喜樂 只要你神在你裡面 你應該你就住在你裡面 你的喜樂就會像全面一樣的能動 照理解應該是這樣 可是因為我們太多的什麼 思慮啊 繁琐的事情啊 挑戰 讓我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面對 那我這次有一個牧師 帶你一些醫生們在我的教會 做那個讀書會 那一次讀書會我有一個收穫 就是說 他說一個人 當你的壓力超過你的腦力的時候 你就會生病 我再說一次 當你的壓力超過你的腦力 那你的腦力意思就是說 你的對面對問題的解決能力有多少 當你的壓力超過你的腦力 這個時候你就會病痛 那所以可能 可能你們生病的人 有可能就是已經壓力的負荷 超過了什麼 超過了腦力 你夠面對問題 整個問題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狀況 已經沒有辦法去面對這些壓力的時候 你就病痛了 那這幾天 我們的教會也有一個幸福的 因為生病在住院當中 那也是因為太忙了 然後壓力太大 然後沒有好好的休息 結果呢 病痛就有法做 所以你又知道說 我們的生命裡面真的是 當你沒辦法 就是壓力超過你的腦力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這個病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 不斷的回到省夜間 不斷的知取那個 面對問題能力的那個 內部在我心裡面 如果你生病 可能是已經超過你腦科 有恩賢的指導 求上帝給我們分辨的能力 去瞭解 到底是不是壓力已經超過我們哪裏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那喜樂是怎麼樣說 在原文裡面他說 這要歡喜快樂的意思 那喜樂有分幾種 幾種喜樂 因為整個看到人就喜歡 比如看到你的兒子回來了 你女兒回來了 你先生回來了 你就是很滿足的喜樂 因為這是面對神 或者是這個孩子 他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孩子得地移民 或者是這個孩子 今天在教會服侍 我看到孩子服侍 我看到那個誰 在那邊打鼓 哇 我覺得我是你的媽 我就覺得 我如果是熟生都要看到 對 熟生你今天很滿足 因為一個私情 一個打鼓 有沒有覺得很喜樂 這個是你看到這個人 然後你覺得喜樂 那因為他站在這個地方 這個叫事件 發生這個事件的時候 他也覺得喜樂 這是事件 或者是你今天得到一個什麼 中獎的 你也很喜樂 或者是你今天怎樣 每天都獨聖丘化 有沈同喜 然後沈就祝福你 你就覺得你也很喜樂 不管怎樣 這是發生的事件 而且有一種是參加結寢 就是所有的結寢 譬如說那天我爸爸90歲生日 上禮拜六 那我就覺得 哇 那是很大的滿足 為什麼 爸爸已經90歲了 而且還可以走路 還跟耳朵都怎樣 可以聽得清楚 然後也可以對話 我覺得這也是很喜樂 所以喜樂這件事情 是有對人、對事 然後什麼 對人這個景氣 這個是會讓我們喜樂 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講的喜樂 是對什麼 人 這個是對人 這個是對人 就是保羅對這些人 這些揮力底的信徒 他們看到他就覺得喜樂 為什麼 為什麼會喜樂 因為這些人怎樣 很積極傳福音啊 他們才出財教會的人 出信者 可是怎樣 很努力的傳福音 我就會告訴我 我們 我們 有時候我們系列出系列久的 但是我們害怕傳福音 不敢傳福音 可是他們你看剛系列出不久 他們就聖影充滿 然後就大大傳承 張口傳承 就像你自己唱歌 大大張口有沒有 就傳承聲音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唱歌也一樣 你唱歌的時候 你要拿生命力 讓他感受到那個生命力 尤其是我們年輕人 那個生命力是很旺盛的 我們要怎麼樣 把那個上帝給我們的領 都表達出來 那個就是我們的生命 再過來說 他說你是我的觀念 就說哎呀 俊傑你是我的觀念 這表示什麼 榮耀啊 我以你為傲啊對不對 我以你為榮啊 我今天看到你 比上次成長 每一次都每一次在進步 你們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怎樣 一直往榮耀的方向走 一直往這個觀念的方向走 你知道嗎 每次你得獎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佩戴怎樣 冠迷 或者是有一個什麼 有人戴花圈有沒有 你如果人家冠迷你 是不是戴花圈 也是對不對 那我們耶穌呢 是在荊棘 那個是什麼 也是榮耀的冠迷 他這樣受賭 那個是另外一個冠迷 也是冠迷 好 所以你知道嗎 在流武裡面 他這個冠迷 其實還有一個叫溫柔之愛 溫柔之愛 可是事實上 他在這個地方講的比較是什麼 你就是我的什麼 我引你為阿奧卡 你們這些人的作為 實在叫我快樂 覺得滿足喜樂 是因為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在講的是這一塊 所以他有不同的文文的解釋 獎賞也是一方式 你知道你們如果賽討的時候 如果勝利你們得到什麼 都要獎賞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 他們就覺得這個也是一種很重要的 但他是他講到這一件文語的 他說這兩個是你的 火雀的 火雀的 來唸一唸唄 來火雀 現在有阿爹和徐書基 要在族裏同心 好事情出來囉 這兩個是兩個副語 那有阿爹這個名字的意思 叫做優美之路 你聽到這個名字覺得怎樣 有阿爹 就覺得優美之路 所以這個人應該是非常的讚 可能長得很棒 很優良 很美麗的 然後那他也是 另外一種名字是 他是一種香料 所以表示這個人是有生命的香氣的 另外一個叫徐都基 他的意思是說他是一個性慾的人 他是一個同情者 他是這樣子來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這樣 那這個意思我跟你講 這個這兩個人 都是非禮不教律的信徒 那不只是信徒 他們可能是教會的 父女的領導者 所以我跟你說 有阿爹跟那個什麼徐書基 這兩個人後面都有一股量支持他的信徒 我支持重明 我支持劉老師 那意思是這樣子 那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有兩個人都有 可是兩個人能力都很強 能力都很強 那你想兩個能力很強 會怎樣 會怎樣 王界隆 王界隆 然後就失去 這樣子 不然你們不是在擋我 不是啦 不是啦 OK 好 就是兩個人都非常能幹 屬性上都很能幹 那因為他們兩個就常常怎樣 意見不好 意見不同 那兩個就常常很容易的持爭執 可是呢 他們都是為了福音的工作在爭執 我有時候跟王老師也會爭執 有些時候 我覺得這樣 他就不是要這樣 可能有兩個不同的想法 這個就是怎樣 不一樣的意見 可是呢 他們都是為了福音的緣故 所以呢 你知道嗎 剛剛的經文裡面 人家還會講 人家我在講 然後他們都是怎樣 這兩個人都是保羅的同工 所以這兩個都是怎樣 就優秀很好 就是生命軍啦 應該是說他的生命軍 他福音的很好的同伴那樣子 可是呢 那他們也是常常會給這個物資啊 去幫助這個保羅這樣子 他們是這樣子的 所以保羅跟他們是關係很好 很好 看他們兩個在吵架怎樣 難過 很難過嘛 心裡面很難過 所以他就叫他們說 你們兩個要同心 所以為什麼他們就說 你要尤安烈跟這個神 跟許都基 你們兩個要 這兩個父母 因為你們兩個都是 教會的頭頭啊 你們兩個要同心啊 合一啊 要希望神的福音啊 這比較對吧 要合一啊 所以其實這個喔 這件事情應該說 在所有的教會裡面 都會出現的問題 我們常常越有能力的越有意見 你相信 想法越多啊 看法越多啊 然後能力很多 就會有很多的想法啊 想要做什麼 想要做什麼 都一定的 這是一定的 所以會有意見是 不合是怎樣 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保羅不希望這樣 那這樣的話很可能就會出狂話 因為同工不合 一定會出狂話 忘記嘛 好 所以第三簡單的講到說 我要求你這真實同富一樂的 幫助這兩個人 一直在講說 你們這些都是你的好朋友 你跟他們兩個很好的朋友 拜託一下 你們兩個要來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在福音上 曾經與我一同老苦 所以表示怎樣 這些人都是為了傳福音 為了傳福音 然後大家也很辛苦 也很認真 也很努力在傳福音 但是呢意見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就叫那個格力點 還有很多的同工一起作通 他們彼此都寫在生命策上 好 那我問你 為什麼他們會寫在生命策上 人家還可以寫在生命策上 為什麼 對 因為他們吵架是為主而吵 為了主而服一工作來吵架 所以他們有沒有很努力認真 有 在福音上面很熱誠 很努力去願意傳福音 所以他們也是被寄在生命策上 神也都寄念了 因為你所做的 神都是合省心力的 神很高興 只是可以做 但是不要再這樣吵 要合一 OK 要合一 好這樣 好 所以這個同父一二在講 就是說你就是他們的盟友 這個同父一二是可盟友 你這個都做的是你的好朋友 他要幫助這個人 幫助這兩個人 好 那格力品是誰 這個格力品他的名字是 有溫和跟仁慈的意思 所以既然是一個溫和跟仁慈 他是當時的主教 所以他希望這個主教 能夠成為他的幫助 這個都是我去看這個註解 但是可靠性有多少 我不太知道 但是就是說這個是 可能是有這樣的說 他是說羅馬主教 是格力品這樣子 那他也是複製教會的一個性能之一 好 那他也講到說 你們 他就一直強調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因為這個經文裡面講了兩遍 主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要 你的生命要不斷的喜樂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因為保羅那時候已經離開他們了 然後保羅那時候不是被關 他被關的時候寫這封信給他們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他已經離開他們了 然後他離開他們的時候 你看喔 剛出信者沒有多久 他就離開了他們 那你覺得呢 這些信徒會覺得群擁無首 或不會 所以會覺得困難或覺得補助對不對 所以呢很擔心他們怎樣 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我們不在了 因為至少你有一個羊群 牧者 就是這個這個信徒裡面有羊 有牧者在當中帶人 他們就覺得比較安全嘛 所以他們擔心 所以這個保羅就說 不要靠我 要靠誰 要靠主 常常喜樂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教會 不管怎樣 你去到任何地方去 你要記得 主永遠在你身邊 你只要將主放在你裡面 無論遇到任何事情 神都一定會寫 神的喜樂有在四個月 這個是神的義許 所以我要靠主常常喜樂 這個真的 那我要說 我就說 那你喜樂這樣一個狀況說 你要怎麼樣來喜樂 他說這個要你住在基督裡面 才能夠喜樂 如果今天你是靠著你自己要喜樂 你會發現你很有限 而且這個喜樂很抖戰 一下子就過去了 就是說你的刀 你中獎 或是你的第一名 這次得第一名 下次沒有得第一名生氣了 有沒有 就難過了 這個就是躲戰 這個喜樂都是 就是快樂就是很躲戰 但是我們今天在講這個喜樂是怎樣 是很永久的 是永恆的 這個喜樂是你裡面很大的滿足 那個裡面 內在的那個是很平靜它 可是很滿足 而且覺得 就是有一個喜樂 你知道嗎 我看有很多人聖明充滿的時候 就一直笑一笑一笑都沒有辦法停 我看到那個是有這種借一下 都沒有辦法停 那個喜樂是裡面內在住的 所以現在就是說 你的喜樂你內在住的 內在裡面是住的什麼樣的靈靈 如果你今天把主放在你裡面 你的身邊就會有靈的喜樂 你如果把自己自我 那個老我放在你裡面 你可能有很多的害怕 很多的恐懼 很多的擔憂 你的心還是在老我 還有很多的壓力存在裡面 你害怕你所做的 如果對方沒有辦法怎樣 好像不滿意 你就會覺得為了別人而活 你就開始很有壓力 因為你是為了別人 如果今天你是為了神 在你裡面住著 你就不用那麼多害怕別人 怎麼樣看你 如果看你好或不好 你就看神 看你身體什麼樣的神 這樣子你就會覺得 生命主要比較釋放 比較釋放 所以很重要是怎樣 你裡面住著 你的生命裡面 你心裡面住的是誰 這個住的人是誰 你會影響到你生命 到底是喜樂還是不喜樂 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不看外在環境 不再看外在環境 這很重要 然後再來他就說 要教眾人知道 你要謙讓你的心 所以你要學習謙卑 謙卑禮讓 然後有仁慈 然後有那個有禮國度量 能夠盡量能夠對人 你知道嗎 你對人越有度量 你的生命就越寬 深度也越來越深 也越廣 你會發現說 人家說 有大的度量就怎樣 可以容忍更多的狀況對不對 那你就越有意識 所以他說 叫他們說 你們要有欠他的心法 然後再說什麼 他說 你必須當義母化律 我先義母化律 這裡講的義母化律到底在講什麼 義母化律到底在講什麼 這裡講的化律 化律什麼意思 很多的焦慮 很多的擔憂 很多的害怕 很多的恐懼 就是你 你不覺得你可以處理他 你覺得你沒有辦法處理他 所以你會在生命當中 會呈現的擔憂 焦慮害怕 所以你知道 有很多人的焦慮 就胃場不好 然後就怎樣拉肚子 有沒有 然後呢 就睡不好 有焦慮的時候就會睡不著覺 我昨天也是晚上 我平常都睡得很好 可是我不知道昨天晚上 不知道為什麼 就想很多事情 那我就睡不好 昨天我有沒有睡到 那我之前新六都不會睡不好 因為我都很累就睡著了 那昨天準備很晚了 都覺得開心了 可是很奇怪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睡不著 昨天也得搞不清楚 那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的害怕 焦慮 擔憂 我們沒辦法處理 那種未來的事情 我昨天不在想什麼東西 然後想到就睡不著 我就說 欸 那我今天講這個東西 怎麼自己怎麼想到 這個就會突然間發生這樣 你就會發現說 欸 真的 那個人 有很多很多的 無形的 無形的東西會在你裡面 然後你有很多的 應該在你裡面想 想到最後你就沒辦法 得到一個安息 然後就會開始教練 可是上帝告訴我們 這裡講到很重要的句話 就是說 只要凡是戒指 來 祷告 祈求和感謝 然後教你只要祈求 所以這裡有方法 當你很焦慮很擔憂很害怕的時候 就怎樣 發告 通過禱告 通過祈求 通過感謝 然後把這裡叫出去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 他後面講到說 神要把那個平安賞賞給你 對不對 然後呢 賞賞這個平安最重要的說 你要有這個平安 你是在基督裡面 他就會保守你的心 保守你的心懷 內在裡面 是因為有神在你裡面 那個完全的平安在裡面 那我要講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你以前曾經有沒有 有一個比賽 就是一個畫家裡的比賽 然後他就講到說 有一個人畫 就是畫了一個壺 非常寧靜安穩的壺 然後一看就知道說 哇 那個叫做平安 所以那個舞是很漂亮的 而且很平靜安穩 那個壺面非常的漂亮 這是一個比較平安的壺 另外我是怎樣 在暴風雨當中 然後呢 有一對母子的鳥 就在那個暴風雨的樹上 然後屈膝在那個樹上的一個角度 然後呢 那個媽媽就怎樣 鋪著那個小孩 那個小鳥 然後呢 就是在那個地方 依偽著靠著他 然後保護他 結果誰獲勝 這兩個土誰獲勝 爆風雨的那個人獲勝 因為那個孩子享受完全的平安 有花花在 他就覺得啊 就舒服耶 不會害怕外面風浪喔 然後蜂蜜把我們的什麼鳥巢給弄死了 都不害怕 因為媽媽感到不害怕 所以媽媽會害怕嗎 媽媽會害怕喔 可是你們知道嗎 媽媽因為他有那個愛在裡面 他為了愛你 他就願意捨棄他自己 就像耶穌他愛你 他會為了捨棄 那樣的愛 讓媽媽覺得難 就是因為神愛我們 所以你心裡也是這樣平安 你知道嗎 他在這裡說話 謝謝你這樣的分享 我覺得這很好 你提出來的一個疑問 我們可以知道說 神愛就像這樣子 祂來保護你 祂來看護你 你在那裡面 你是不受到傷害的 是祂在保護你 所以這個叫做平安 所以平安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 那耶穌你還記得嗎 耶穌在那時候 就等門徒去幹什麼 坐船出去對不對 然後在遇到過程當中 遇到什麼 風靈浪 結果呢 這個門徒走到那裡死了 主啊救我救我救我 拜託現在風浪那樣子喔 害怕的妖怪 他喬一直往頭 然後風浪一直去 大家呢 很害怕 沒有信心 很恐懼 結果耶穌怎樣 祂說 你這些小信 只是信心 夠 所以我跟你講信心要夠 信心要夠 信心要夠 小信的人就沒辦法 所以耶穌後來就 品質這個風浪 就是品質這個風浪 那我要說的就是 我們的神運是這個 當你在風浪當中 你靠著你自己 可能你很難承擔那個風浪的 凶 破刀凶猶 那你覺得沒有命 但是呢 神運在 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 身跟死都在守著掌控 你那時候的恐懼 就更少了 更少了 好 那這裡講到說 你要靠土常常行 這是我們希望 我們每一個人就是 我做了一個結論 神要我們 第一個要做什麼 要靠土常常行 對不對 這是他要給我們 這裡 剛剛的經驗 第二個是什麼 要學習交托 交托 你哪裡有擔憂 你很害怕哪有恐懼 你就是交托 交托 再來就是 學習謙讓 有些時候 不要跟人家講 得理不饒忍 千萬不要這樣 你越競爭 你再越拼 然後越強動 越來越衝突 只造成你的關係 越來越滾壞 你 之間越力怎樣 好吧 反正你覺得你對 他會覺得我對 或是這樣 我就彼此給他 恢復 尊重你 你也尊重你 那我不一定要把 我們的價值觀觀念 一定要涉入到你裡面去 這樣我們就比較會 可以相處平安 比較好一點 好 再來就是說 剛剛我講到說 如果有狀況的時候 你就透過祷告 祈求跟感謝 常常不斷的感謝 活動的感恩 我先生在生病的時候 你他常常說 神喔 我真的覺得你很愛 在生病的時候 他還在講 我想不到我的老公 怎麼會信仰這麼好 真的是想不到他 那因為他就真的覺得 神的生病在他裡面很重要 他覺得有神 這個是讓他覺得 可以讓你來做 所以我每次遇到我先生 在病痛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 我說欸 他從來沒有抱怨過 我就想說怎麼可以這樣 通常我們生病的人 常常有一個抱怨 可是他沒有抱怨過 我真的在他裡面 我還沒有聽到 他抱怨神過 沒有 也沒有聽到過 神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顆千難的心 對祖宗的千難 我就覺得 他就是把神的話 就放在他的身體裡面 把神的話行出來 我真的看見 他是一個行神的抱怨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他是比我後面才信主 我就覺得 喔 真的 那個生命在改變的時候 這個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知道 信耶穌喔 你會發現你的生命 會變得更不一樣 你的態度 你對人的愛 你對人的付出 那個關係 會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那神也是要 然後就是保留也是希望這些分離的信徒 也要這樣做 那保留生交往 我們每一個人要這樣做 然後再來就是 服事可以 但是服事你要同心 可以不要喘叫 因為我的廠長很容易為了事工在喘叫 這個很正常的 這個要那樣 這個現在不要那樣 很容易有狀況 所以呢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回到神面解說聲 你知道我們怎麼做 我們現在只能看一個何一個人在裡面 是不是 好 那我們最後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這個是要讓大家想 有沒有答案 答案叫名字寫 第一個 你想看看 人有沒有辦法沒有憂慮 不可能 我跟你講 人都會有憂慮 都在憂慮 都在憂慮 但是我要問大家 是不是所有的憂慮都是不好的 譬如說 哎呦 我們要怎麼磕起來 我還沒看這個 這時候會憂慮 對不對 所以我要怎樣 快點阿叔來練 這個憂慮好不好 好 好 那現在還要讓我走 哎呀 我還怕被遮症 所以我要注意交通規則 然後走旁邊一點 我注意看 這個好不好 好 這個焦慮是好的 好 所以焦慮不是什麼都不好 擔心不是什麼都不好 所以憂慮有分正義跟負 正常的憂慮 這是好的 不會生病 正常的在生病 變成說害怕到不敢出門 因為出去就會被撞到 這種憂慮 就怎樣 太過度了 太過度了 所以憂慮是有分的 你到底是正常的還是不正常的 你不正常的憂慮 你就會發現肌肉一定會生病 焦慮到生病 然後焦慮到怎樣 睡不好 對睡不好 然後我可以講 焦慮常常的狀況就是胃腸很大的疾病 焦慮的人 胃腸一定不好 說真的 然後一定睡不好 這兩個一定很嚴重 然後心臟大概也不會太好 為什麼 因為一天他們在焦慮 所以這個東西要注意 這個要注意 再來就是 你當你有焦慮的時候 他們這 我現在講的時候 這裡面的焦慮的時候 你就會學會怎樣 焦脫 但是怎麼講焦脫 很多時候 啊 我還講一個例子 那個什麼叫焦脫 就是有一個人 他背了袋子很重 然後呢 背到很重的時候 人家有一台車子路過 他就路過的時候 就說 阿伯你這樣子 那個膽子非常重 你不要這樣背 你就乾脆怎樣 到我的車上來 讓你可以好好的休息 結果你知道嗎 他上了車之後 那個膽子還怎樣 背在他身上 請問這個膽子有沒有交通 沒有 很多時候 我們禱告也是會丟 我說那我禱告我求你這樣 可是事實上還是背著 你沒有交出去 你沒有放下 就好像你放不下你的孩子 你帶給你的孩子 你投去你的孩子 但是因為他沒有讀書 什麼 他就跟他公開不好 他跟他追不到人家 就追不上人家 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東西 因為你有放下 你沒有交通 你就害怕 你不相信你的孩子可以 你害怕害怕 這個就是 這個是優越的想法 再來我們來看 我們人生是有很多的挑戰 你不知道你下一秒鐘 會發生什麼事 真的 我今天跟他在一起 很好喔 隔離他進來說 他住在隔離這裡 你真的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我這幾天在遇到這樣 我有個好朋友 他竟然居然已經在安眠 我就想到我都快要滾倒 真的我就很難過 我就非常難過 我就覺得說 一個這麼年輕的生命 還沒有結婚 然後就這樣的生命 我真的是覺得難過 可是我想想說 神啊 我們的生命 這個是下一秒鐘 都沒有辦法掌控 求上帝你真的是 不止他不斷他 這次醫療過程會怎麼辦 其實不斷他 好 所以我現在講到說 人遇到這個風 遇到狀況的時候 你有沒有平安 你有沒有平安 什麼時候 什麼事情會把你的平安躲走 你想看看喔 每次你是為了什麼事 你為了傳扶醫院部嗎 還是你都是為了生活的所事 擔心害怕 可能去捉獄 你不知道你今天有什麼 什麼東西奪取你的平安 這都讓你想 如果你真的遇到你 人生你遇到很多狀況的時候 你到底靠著什麼樣的力量 來去革破 去遇到 這也有很危險 你靠著你自己 譬如說佛型問題 你可以處理嗎 好 親子的問題 關係的問題 破裂的問題 你可以修縮嗎 你靠著什麼 你靠著什麼 可以把這個正正的平安 放到你裡面 靠著什麼 這都要讓你寫 等一下你們小組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這幾個意見 優於平安 最後一個就是喜樂 到底你的喜樂從哪裡來 你的喜樂是永久的 還是擺在你 然後呢 你是追求哪一種喜樂 那些民生利益詮釋異味 這些都是短暫的 但是我們常常迷失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價值觀 也是會很在不平安怎麼看的 那我們要結婚的時候 我們要打聽這個人的情況如何 一樣 這都是活在一般的價值觀 社會的價值觀裡面 那我們要怎麼樣活 才會有真正的喜樂在裡面 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求善必要有智慧 你的生命的價值放在哪裡 你才會有喜樂 很重要 你們自己去想 所以人家小組的時候 分組的時候 請你們分對這幾個主題 好好去討論他 好好去討論他 什麼都去你的憂鬱 什麼都去你的平安 為什麼你的憂鬱這麼多 為什麼你喜樂不起來 那個喜樂 除外你喜樂的原因是從哪裡 為什麼除外你喜樂 這是幾個點 請我們等一下小組說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那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叫 《喜樂的全力》 這首歌很活潑 然後很有活力 所以我們就這樣這首歌 《喜樂的全力》 我們這首歌很速度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OK了嗎 好 我們來分享這首歌 故作曲的母親 秋歌舞的時候 他們有福度碰你 追求我們的一聲音 然後我們就這樣 好 我就這樣 操作事 神工之十三 神工之十二 神工之十二 神工之十三 神工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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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如你回事故 我都要不如你生命 你被人所遇到你三天 我把你照着我真心 我都不如你一般爱情在你 我都要不如你一般意 你一样生命到你才是我的地 我把你照着我 我们要招待你 我们要靠近你身边 你飞的时候会到你身边 我们要终于心 我们终于心来祈祷 我们要招待你 我们要招待你爱你 你会在身边保存在你身边 我们要招待你爱你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常常有生命的喜乐 让神住在你里面 让你的里面住的是 为喜乐泉源的神 你就怎样 你的生命就会很大 所有的忧虑 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担忧 就在你里面里面穿去 今天是我们最重要的 希望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享受 在你里面的喜乐里面